其实我也挺心酸的 因为那个时候姥姥住院的那个时候 那些钱住院费都是靠心仪演出才交上的 孩子这么小 本来就应该在父母的呵护下 在家长的呵护下 自己健康地成长 现在她要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其实心仪不仅真的是像嘴上说的我要照顾好 她真的也正在做 对不对 是的 小心仪 接下来你有很重要的任务 因为你答应了姥姥 说要照顾好妈妈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也有好多事要做 你要学习 你要唱戏 你还要表演节目 觉得你能不能把这几件事都做好 第一 学习文化 第二 好好把戏再学得更好一点 第三 上台表演节目的时候 不给妈妈掉链子 第四 把妈妈照顾好 帮妈妈做家务 好多件事呢 别的小孩都做不到 觉得你自己能做到吗 我要感谢妈妈生了我 把我养这么大 这是我回报妈妈的 芯姨我们一起加油吧 加油 张芯姨这个在苦水中泡过 却依旧阳光灿烂的小姑娘 为大家注入了很多正能量 只要用心 只要肯努力 小小的苦难阻挡不了大大的才华 让我们一起祝福张芯姨的戏曲之路 兵分益彩 也祝愿芯姨和妈妈 可以实现更多的梦想 我们马上来认识一下 第二位小朋友 她也是一个天才儿童 她的故事呢 已经被改编成了一个电影 我们先从电影的片段 来认识一下她 看看爸爸给你买 什么好东西 来 好好好 好好好 孩子是不是说呀 刚生下来的时候 输了半个月 这是遭产儿输养过度 导致视网膜病变 已经生命了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 《弹钢琴的盲童》 电影还原了一个 完全真实的故事 十二年前 刘浩降生在一个 普通的工人家庭里 一出生就遭遇到补幸 天哪儿再来我吧 跑 天哪儿再来我吧 跑 怎么跑 在一片漆黑的世界里 刘浩表现出了超凡的 声音辨别能力 他可以通过声音 了解外面的世界 正在发生什么 打花了 分摸吧 分摸吧 打花帽 分摸吧 打花帽 打花帽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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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慢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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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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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安慰受到惊吓的刘浩 妈妈特意为他买了一把玩具小琴 谁也没有想到 这竟然开启了刘浩的音乐之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花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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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